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已经有一年没有联络 也有一年没有见面 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也是吐起来的造访 那还感到很激烈说为什么能够找到他 那可是到了第二天呢 他就拿了一张postcard 比如就是postcard of the previous gay pride march in Washington 所以那个时候我感到很感动 因为我发现到他其实是 他有很多话要对我讲 可是他身为他本座人比较难大难主义一点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想 所以当我说到那张postcard的时候我蛮感动的 只不过他给我们那张postcard的时候 是当我要离开了八十分钟的时候 开车回去离开那种时候 所以那之后呢我们又过了很久没有联络 所以如果说感慨的话就是说 我希望还可以跟他好好地讲 面对一点的讲一次话 如果还没有出现这件事的生命中 你跟为你的出贵过程又一直怎么样 我觉得出贵的这个事情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那么本身在新加坡在美国 第一点我想不重要 可能因为是在美国的关系 太多的是认识了世界 认识了很多人 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所以可能出贵的过程会来得比较早 也可能会来得比较健全一点 尽管是好还是坏的 那么在新加坡的话呢 我相信迟早都会 因为as we all know internet has brought huge changes in the world is gay population in india growth as well 这样子 你刚刚也在开始的时候提起过 在美国有不同非常极端的文化 对 一些是非常开放 一些是非常保守 对对 你在那边面对过 有什么样对你出贵过这不利的故事 还是有一些比较震撼的东西 也有一些比较不是很 不是很好的东西就对了 先讲一些发生过 但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那么有一次呢 在我的大学里面呢 说出过联络了 就认识了一些同志 有人 because there was a GLBT club 也不过过了一阵子 称旁一个女同志 Let's call her Elizabeth OK and the other girl's got Elisa OK So Elizabeth and there's a relationship 也不过有一天呢 突然间听到一个小姐姐就说 有一些是她自杀 可是是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家庭是一个很坚诚 也是一个很严厉的基督教徒 OK 先先深入在前 我对宗教这些东西 并没有什么重度 还是什么其实吧 Just tell them the story as it is 然后她的父母呢 就知道了她跟Elisa的关系 OK 那么就急了 多争执 It's very dramatic 过程多么的急到我不知道 不过那 记得挂开她的女人 她为什么会自杀 而且她自杀的方式是 她拿了她父亲的枪 她拿了她父亲的车 到了一个Motel 把这里锁进去 那个Motel的柜子里面 然后 像个头一样自闭 所以听到那些事情 我喊得上来 也就是其中一个 蛮 被吓到的事情 那么当然也有身旁的 不是有人呢 德勒 爱自闭 这也是一个 令我蛮不舒服的事情 但是不是让我们 沮丧过一段时间的事情 那么还有其他就是 第一个我们的社会 讲特别很多Dramatic 那么有时候他们也被 有些就比较太过的 那个 顾虑出物质上的享受 让他们有些观点 也都会 比较疾观一点 又比较苦涩一点 又比较苦涩一点 这是我们的 面对到比较很能让我 怎么讲 不是说不好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事情 好还是不好 那都必须发生 不过这些就是 比较Nagative 那方面 你说那个女生是在 把自己锁在衣柜里面 自杀 对 你认为她 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做 这样的方式 结束自己 基本上第一点 她是非常的不服气 因为她也是很 深爱着我 You have a stuff 同时 我觉得她的词 是有一个意义的 因为我今天在 传达这个故事 而且这是一个 很正式的故事 每次想到的时候 我每次都会谈到算算的 而且我也为了 他们写了一首歌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谈到这些 Hard Use The Message 因为我本身觉得 不必是评论 我们之间需要的 也不是说教育人家 就是让人家知道说 基本上同性恋跟异性恋 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别 太轻的时候就小 难过的时候就哭 分别就在 我们写法同性 而不是异性 所以感觉要是 我必须要是在这种故事 这样子 这两件事情 一个很亲密的朋友 一个自刷 另外一个 换来一次 这两者 这两件事情 对你的冲击有多大 在你整个出归过程中 我觉得冲击 一般人是好事 因为如果说一般丰盛的话 那么我觉得 人吃早的要摔跤 早摔还不如晚摔 早摔你可以有一体站起来 起码那个时候 我第一天就站了起来 and I run ahead and it gets up like shit 同时其他小小 琐碎的事情 我也都会面对 所以 我已经不再把他 这个地方重新判断了 这样子吧 只能这样 那么 有人得了艾滋病这个问题呢 那个时候也不是 很便宜去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我一出给我好 我就会碰到这样子 这样子的事情 蛮灰心的 你不能说的心灰意 那我就想过 这是不是我迟早的下场 and 然后我就跟他 聊了一整夜的话 of the IRC 所以我们谈了人生啊 跟自己的梦想 这些东西 也让我发觉到了 其实 一些还是没发生的 but 9C has gone 所以 我也把它看成 当作是一种 经验 也不再说 那是一种冲击 那开始的时候你说 呃 你在去美国之前的目的 就是 就是确定自己的兴趣是吧 其中一个对 其中一个 之后 目的就是为了回到新加坡之后 在军伊面前 你可以否定 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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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在美国这四年之后 认识自己 回来之后又怎么样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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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充满了勇气 我也充满了愤怒 那么 因为大部分 是因为 就是一一杀 自杀的这个事件 所以我也觉得 新加坡的同志圈的这个成长 我 希望多少少都可以帮一点点的忙 虽然这几年我正在忙 就是我自己的 事业的东西 不过我相信 更有点时间 我会 我会想要帮助 帮我们 呃 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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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令你自己兴趣什么 当你知道了 当你确定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 嗯 确定了以后呢 就 我那个很 大龙的包袱 好像就已经卸妆了 就 那现在呢 感觉到很轻 我就觉得 既然 OK 我的包袱已经拿下来了 现在 我可以去帮助别人 我想要帮助别人 这样子 什么包袱 你说的包袱 因为我知道出位的过程其实并不简单 因为在 在我出位之前的 前几个月 我都 我患了 也不能说都患了 有疑症 就是说 我 比现在近很多 那 同时我的成绩也一落近上 我 我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讲话 而且 我会自残 但我自残不是说割 割手还是什么 我会 敲场地板 也敲场地板 也不是很健康 因为我都是有体测 所以 那么 我出位以后 所以 对 对 对 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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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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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